哈喽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再度的回来线上每日曙光 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这一个主题是 爱是永存不息的 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第八节 他说爱是永存不息的 这里我们第十四个要讨论的有关爱的真谛里面 就是爱是永存不息的 我们是否会感觉到上帝的爱是非常的短暂 而且使我们失望呢 我们会不会因为有些时候向上帝祷告 所渴望要得着的东西没有实现到 我们觉得实现不到的时候呢 我们感觉到失望呢 比如说婚姻上我们很想要挽回那一种的关系 我们很想在我们的疾病上得到医治 我们很想呢要找到跟我们条件以内的一些伴侣 我们很想在经济上的问题马上得到解决 我们也很想在这十个要孩子 等等当我们发现我们的渴望得不到这个兑现的时候呢 是不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对上帝呢失望了 感觉上帝的爱呢很远而离开了我们 我记得在我拿到这个高等的这个教育水的这个的成绩的时候呢 STPM的成绩的时候呢 我也祷告希望呢能够上到这一个政府的大学 可是呢却申请不到这个政府的大学 那时候的我呢的确是非常的失望 因为呢在我的身边的朋友 全部大多数呢他们都升上大学去升学了 那么不久当我当了两年的临教过后呢 我也决定申请要去这个私讯学院 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正式的老师 同个时候呢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到教会服事 但是呢我发现在我当临教的第二年的时候呢 上帝其实是在预备我进入全职的服事 果然要进这个私讯的门路呢是被关了 但是呢发现上帝就为我开了另外一道的服事的路 这两件事其实是在我当时切切所可想要得到的 但是呢偏偏却是得不着 的确你问到我的心情的时候呢 的确是非常的失望 但是真的后来我才发现呢 上帝为我预备的是一个更崇高的护照 也就是我发现呢上帝为我预备的一个岗位 是让我能够发挥我自己的才干的恩赐 想必呢这就是上帝呢他认识我并且 这就是他对我的爱所以他并没有让我失望 而是让我活出生命更大的目的和更大的意义 所以他的爱呢是有存的他给予我们的往往是最好的 当我们活在婚外活在沮丧 活在受伤失望也不晓得要往哪里看到有出路的时候呢 上帝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爱 他已经早就为我们预备好这一切了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呢 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 耶稣的爱就是永存不息的 当死亡临到的时候 他的爱依然永存不息的 当疾病临到的时候 他的爱依然永存不息的 当我们悲伤受伤痛苦的时候 他的爱依然永存不息的 上帝的同在呢 他的爱呢是永远的陪伴着我们的 所以在我的结论呢 诗篇139篇的第五节 他说你在我前后围绕着我 你的手按在我身上 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那不离不弃 那永存的爱 所以今天就让上帝那永存不幸的爱 来更新我们 让我们对他有更深的认识 和更深的体验 愿神赐福大家